玩家的整活能力到底有多强 最近圆梦上线了新模式夺宝其心 原因是让玩家可以带物资出游戏换皮肤的 结果大家全是带着骚伙进游戏搞事情的 从自带音效 赤字保卫家园的奥特兄弟 刀用变声器招游撞骗的硬核萌妹 哥哥能把你的五级套给我吗 再到下雪本 用五级套塞满撤离点的顶级钓鱼佬 一个比一个玩的花 而如果上面的玩家还是冲着撤离去的 下面这群玩家则是完完全全的不讲武德 有化身江洋大道 在其他玩家眼皮底下抢走黄金宝箱的 有自学少林困法 利用梦困无视护甲的特性 玩命猎杀五级套大佬的 有损人不利己的 卡着最后时间用烟雾弹把撤离点封死 则所有人同归于尽的 甚至还有顶级土豪在开局疯狂爆五级套 发给对手 把游戏完成神仙大战的 这对局要是能活着出去 活脱的一夜暴富啊 更离谱的是 这股妖风很快还刮到了另一个抓捕模式 大王蝶抓我中 被追的时候 放好运来给自己壮胆就算了 还有孤雾正夜 在游戏里玩蹦闯无法自拔的 而高手玩家玩得更花 身法大佬直接蛇皮走位 在暗星眼皮底下开门逃离 杀伤力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黑暗大神则靠着研究地形 用加速上了暗星够不到的箱子 其的对手 把自己卡在了栏杆里 隐身流大佬 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让暗星当场双目失明 在这种氛围下 有三个奥特曼入戏太深 要用星路仪射出的光线 回M78星云过元宵 好像也不奇怪了吧 而看到这里 策划也坐不住了 直接在圆梦里面 开设了央视元宵晚会分会场 带你过节 要知道 这可是首个上央视元宵晚会的游戏 玩家还可以在星梦广场大屏 看央视元宵晚会直播 再加上央花大会 花灯巡游 奥特曼家族来访 当天登陆就送的元宵时装 以及可以白领奖金的猜灯明活动 官方专编大火 给玩家排面 玩家正花火教学策划 这波属实是双向奔赴了